大家好,这是老陈 前面我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艳光师这个职业 因为艳光师他比较高大上 他要至少要本科毕业 你才能够去做 而且招生的时候 他的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他招生的限制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招生人数也是有限制 你咱们移民刚来 你就想学习这个艳光师 可能是难度比较大 但是你如果降一档 你学习视力矫正技术源 就是college阶段的 大专阶段的那个相关的职业 你干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深造,再学艳光师 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 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视力矫正技术源 其实这个职业我在以前介绍过 因为那时候是露脸 就是那么拍的 很多东西是看了之后 凭着印象啊,背啊,这么可能信息不太全 现在呢,我就在这儿 更全面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嗯 我前面不是说过嘛 我有个店,我店里经常来一些 跟医疗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 因为我家附近有超级医院 在Weismal 所以呢,就是我家周围住的医生啊 护士啊,各种各样的 就是医疗相关的专业人员比较多 他们来,我们经常能聊一聊 其中呢,有一个客人 她叫Sophie 她说她从小就戴了一副眼镜 所以呢,长大以后她选择 在Colèche Edouard Bombergy学院 然后学习视力矫正 就是在视力矫正专业 接受培训 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呢 就打一个基础 然后,毕业之后 她当然就选择了 就是视力矫正技术员这个工作 到这个视力矫正技术员 我们如果去配眼镜 在很多的眼睛店都能够碰到 但是验光师,你不见得了 验光师有时候 你要约好了 到验光师事务所去 有时候呢 就是你要 她约好了之后 验光师到眼镜店去 也有可能 但是不一定天天 验光师都守在一个眼镜店里头 那样眼镜店的成本太高 她可能撑不下来 但是呢 她要养一个视力矫正技术员 她完全可以的 因为她的薪水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人也比较多 嗯,好 关于Sophie 我们就先说这儿吧 现在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就是 视力矫正技术员的角色和任务 如果有人觉得Sophie 她的工作比较枯燥无味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每天呢 这个姑娘 她都要接待大量的客人 给她们开发票 管理库存资料 测试镜片 维修眼镜等 客人的眼镜 经过她那一双巧手的调整啊 完美无缺的 和她们的脸型搭配起来 有时候 她把眼镜框的弧度改变一下 有时候 她把垫片的角度修改一下 每一个动作都那么流畅、自如啊 如果可以希望购买隐形眼镜 Sophie呢 就要借助专业仪器测量这位客人的眼球的区率 以便于向其推荐最舒适的产品 她还要负责客户服务工作 而这项工作占据了她的大部分时间 她说呀,近几年来 眼镜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物品 有很多人把眼镜作为个人性格展示的一部分 现在啊 眼镜价的款式非常多 她说,视力矫正技术员不仅需要向客人提出如何保护眼睛的建议 还要考虑审美需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你要从事这个行业 你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视力矫正技术员们说啊 在他们的工作当中 善于应酬是非常重要的素质 Sophie是这样描述的 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认真的听他们的诉说 以便于帮助他们选择最合适的 呃...戴框眼镜或者隐形眼镜 另外呢 细心和机制也非常重要 Sophie还说,有时候啊 客人自己也可以借助仪器做出一些近似的判断 但是,要想做到准确无误 那就只能求助于视力矫正专业技术人员了 实际上啊,视力矫正技术员经常使用的仪器 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 而是一种比较常用的传统仪器 Sophie说,譬如在对眼镜价进行细微调整的时候 我们大多还是使用捏子在工作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就业市场 根据魁北克省教育、娱乐和体育部的统计数据啊 这么多年了以来 就是这个视力矫正技术员的就业率都非常的高 都在95%上下这么浮动 其中全职工作率甚至达到了98% 从事工作与培训相关的工作呢 几乎所有人都是从事的与工作相关的工作 就是百分之百的相关率吧 有些人呢,他去深造去了 因为他干一段时间技术员或者是这个培训完了 他觉得他有这个潜力去做其他的一个职业 比方说艳光师吧 他就去深造去了 这部分人呢,占到全体毕业生的6%左右 嗯,就这个专业的这个统计来说 现在失业率多年来都是零 就是没有人失业 或者呢,人家就是找到了工作 好好的在干,或者去深造去了 就没有人在那儿闲着 嗯,平均的周薪大概是八百家园 就是一星期八百家园 这也是不错了 现在当然了,工资不错 而且门槛比较低 但是你工作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挑战 当然,挑战跟机遇通常是伴随着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挑战和机遇 近几年来,新兴科技一直在如火如荼的影响着视力矫正领域 嗯,Collège François-Zaville-Gagnot学院 视力矫正技术系负责人 嗯,Darkis-Darkif说 如今啊,所有的仪器都电子化了 例如几个简单的例子,镜片强度测试仪 眼镜区率测试仪,视距仪等 所有这些仪器都在实际工作中 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另外啊,眼镜框架和镜片的材料也处在变革之中 视力矫正技术人员需要每天更新知识 这样才能向客人正确的解释 Darkis-Darkif还指出 一些眼镜框和镜片生产厂商 也在大量招聘视力矫正技术人员 这位教师是这么解释这种现象的 这些厂商聘运视力矫正技术员 主要是因为这些技术员对产品比较了解 具有专业知识 可以为那些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同事 提出有益的建议来 Darkif女士还补充说 随着人口的老化,需要戴框眼镜 或者隐形眼镜的人越来越多 而面对这种情况呢 有一些视力矫正专业的毕业生 还可以自己开眼镜店 自己当老板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工作 它的一些工作特点 视力矫正技术员的工作场所 主要是眼镜店 验光师事务所或者眼科医生诊所 也可以自己创业 还可以去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 生产厂家当业务代表 在眼镜店工作的视力矫正技术员的作息时间 和其他店铺的作息时间一样是比较有规律的 通常不用加夜班,也不用周末节假日去工作 如果去眼镜生产厂家做业务代表 视力矫正技术员的工作时间 需要和客户的时间安排一致 这就是你要去Your Appointment Find Your Rendezvous 在专业视力维护诊所 视力矫正技术员的工作时间 与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时间是一样 是非常有规律的 那你如果想选择这个专业呢 你个人的兴趣 有哪些相关的兴趣对你有用呢? 作为视力矫正技术员 首先要热爱卫生健康这个事业 其次还要喜欢和公众接触,服务大众 要准备好不断的学习和完善自己的知识 要喜欢计算、测量和操作电子仪器 另外呢,还要喜欢精细的工作 在个人能力方面呢 视力矫正技术员要对卫生健康科学有一股专禁 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正确的理解客人的需要 还要能够解释并且说服别人 在实际工作当中 还要眼睛手快动作麻利 最后呢 从事视力矫正工作的人 还需要有一定的美学素养 关于这个培训机会啊 我在这就不说了 我要把它贴在我的视频的这个说明区 你们点开下面视频靠右那个倒三角 就能看到说明区 我上面就是把一些学院的那个联系方式 把它都放上去 还有电话号码 你们呢如果感兴趣或者你们的亲戚感兴趣 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咨询 然后呢就去约一个appointment 现在疫情期间可能人家appointment 都是通过网上 就是通过视频会议zoom等等来约 后来也可能会见真人吧 就是各个学校都不太一样 自己去吧 就是我现在的眼镜行业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有些华人他开的这个眼镜店啊 因为他设计一些就是打擦边球啊 或者是违法乱击啊 可能干不长 如果想干长呢 可能你就得好好地去做了 嗯 就是我旁边有一个邻居他开的眼镜店 他开的时间比较久 他甚至呢把眼镜推销到 水灵解昂的团队 还有Lady Gaga的团队 他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是他那个店 店里都经常来一些咱们本地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明星吧 明星叫WeDate 我们也沾光了 好,那关于势力矫正技术源呢 我就今天先介绍到这里吧 这主要也是因为我前面接受了 燕光师这个工作职业 然后把这个相关的再介绍一下 希望对大家有用 谢谢朋友们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再见,拜拜